欢迎来到KK音乐 又到了年底 各大榜单纷纷出炉 其中最受关注的必然是2021年韩剧平均收视率TOP10 表现最亮眼的当属SBS电视台 屏顶楼二顶楼三 一个女人模范出租车一举包揽了前四名 TVM则是凭借哲人王后机智的一生生活二 文森佐海岸村恰恰恰占据第五至第八名的位置 另外第九第十名被TV结婚作词离婚作曲2和SBS红天机拿下 而去年凭借夫妻的事件豪夺年度收视冠军的JTBC颗粒无收 没有一部剧登上2021年韩剧平均收视率TOP10 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JTBC加大了投资 请来了黄正明、全杜妍、高贤珍、李英爱等顶级演员 可惜都未能再唱佳绩 反而是贡献了多部收视率破一的韩剧 最近JTBC公布了明年韩剧清单 其中最受期待的当属39 财阀家的小儿子 一栋 39是由孙艺珍、甜美都、金志贤主演 讲述三位即将迈入40岁门槛的漂亮姐姐的爱情 友情、工作、故事 定档明年二月底水木档 爆料分析、爆点分析 39翻拍受到韩国人喜爱的中剧 《三十而已》是一部女性题材剧 更容易引发女观众共鸣 另外该剧是孙艺珍既爱的迫降后的回归之作 还请来了靠机智的一生生活走红的甜美都 财阀家的小儿子改编自同名人妻网络小说 由宋总基、李星明、深险兵主演 讲述顺阳集团秘书尹贤雨、韩冤被害后 重生为集团小儿子陈道俊 决定展开不愁大吉的故事 预计五月份播出 爆点分析 财阀家的小儿子集合了财阀、不愁、爽聚 等十下最受韩国人喜爱的元素 还有韩流男神宋总基、老戏骨李胜明加盟 颇具爆款项 移动根据同名热门漫画改编 由赵映成、韩孝周、车太贤主演 讲述一位拥有超能力的高中生和他父母的故事 预计第四季度播出 爆点分析 移动是制作成本最高的韩剧之一 投资金额高达500亿韩元 还邀请到赵映成、韩孝周、车太贤担任主演 还未开播就获得了超高关注度 除了39、财阀家的小儿子、移动之外 JTBC明年播出的韩剧还有《我的解放日记》 气象听的人们知道天亮 清洁工、模范刑警二 知情人、绿色妈妈俱乐部、飞把蝴蝶 和今年一样 JTBC明年的演员阵容依旧亮眼 不但有孙艺珍、宋忠基、赵映成、韩孝周、车太贤 还邀请到李明基、金志远、朴敏英、宋江、韩石归、郑玉美、莲青亚、孙贤舟、张胜祖、江河纳、李玉英、李瑶元、邱慈炫等一人出演新剧 那么你觉得哪部剧最有可能为JTBC重新夺回年度收拾冠军 谁又将成为JTBC的救星呢 那么你觉得哪部剧最有可能为JTBC的救星呢